你對於通透感設計感到好奇嗎? 這次就來告訴大家如何做出讓空間大兩倍的設計 在這個僅實三平的空間中 因大膽的大面積開窗 讓光線能直接打入室內外 重要的是讓玻璃成為浴室的隔間與樓梯俯首 讓空間達到最好的穿透性 而一項陰暗的樓梯 也因為使用魚骨設計變得很明亮 如果做過多不必要的櫃體 其實反而會讓空間看起來更窄小 建議收納的量要適中 也不要做太多頂天的櫃體 空間才能更寬敞 而在後方的臥室門同樣採用玻璃材質 減輕隔間的壓迫感外 也以摺疊推拉的方式讓空間運用的靈活度更高 最後,顏色在空間中的運用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以淺色系為主 不僅能延伸空間感 更能讓視覺較為縮壓療癒 再以較為飽和色系的單品物件搭配 再以較為飽和色系的單品物件搭配 整個屋子就更有層次感喔 看完以上的介紹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呢?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